哈喽,大家好,我是大脸猫猫姐,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,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。 与合适的KOL结盟,决定如何最好的合作时,才是真正的互利共赢。 首先,你要明确一点,你在做营销时,需要创造的不仅仅是产品的内容,最重要的是,你需要树立自己受信任的形象,与KOL进行合作, 让你的品牌影响力升级,简单粗暴又有效,你需要做的事情有什么呢? 你首先需要知道,你的受众究竟是谁,你对目标受众的定位越准确,就越容易找到相关的KOL。 如果你对自己的目标受众,还没有精准的定位,那么请你简单的头脑风暴一下, 通常会购买你的产品的,都是什么样的人呢? 是学生足夺首档,还是办公室白领精灵呢? 即使是,市场用品的广告主,比如卫生纸,洗衣液之类的,也在试图,区分他们的市场。 这就是为什么,他们会创建范围,专注于,不同的细分领域,他们知道,自己应该针对,偏好质量的人群,还是针对高端的人群。 数据来自Social Book,IO,千里之行,始于足下,合适的目标决定了,整个营销活动的方向,时间,强度,范围,你需要确定,你想要达到的目标,有目标才会有动力。 你的目标,可以是增加一定数量的网站访问者,也可以是将,某一特定产品的销售额,提高一定的百分比,如果你什么目标都没有,那么你做完了,千辛万苦找了KOL做了推广之后,怎么衡量这次推广,到底是不是成功的呢? 甚至,你怎么去计算ROI呢?KOL指的是公认的,在某个话题或领域的,最有影响力的思想领袖,因此,如果你想进行一场,成功的KOL营销活动,你需要找到你的,目标受众是之为,关键意见领袖的人。 在第一步,你已经确定了,你的目标受众是谁,因此,你需要,根据目标受众,确定谁才是真正,对他们产生影响的人。 选择合适的KOL,你需要考虑,以下几点。 更新,这个KOL最近发布了什么内容,他们多久发一次,流量,这个KOL有多少浏览量,点赞量如何,圈子,谁是你的产品圈子里,口碑叫好的KOL,谁经常创作,跟你产品类型,相关的内容。 KOL内容,KOL内容的质量怎么样,可以用来做二次宣传吗? 平台,你的产品推广,是应该在什么平台? YouTube,Instagram,还是Pinterest? 数据来自Social Book,IO,KOL与粉丝交流的内容,往往与他们的专业领域相关。 因此,要使KOL营销发挥作用,KOL分享的,关于你的产品的内容,最好是与他们的领域相关的。 如果太偏离,粉丝根本不会买账,当然也会有粉丝,求着KOL接广告的。 但是,这样的KOL很少,互联网上有很多垃圾内容,比如那些质量极差的网页广告。 不管一个KOL有多好,粉丝有多少,如果他们经常分享垃圾内容,你最好不要跟他们合作。 这样只会让路人,觉得你的产品跟他接的其他垃圾广告一样烂。 如果你还与KOL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,你可以策划高质量的营销活动,向他们发起邀约。 如果你的产品或者品牌本身就有一定的知名度,KOL们也会反过来向你发起请求,希望能够帮你做宣传推广。 他们也可以作为一个内部人士,提出对你的产品的看法。 这可能是数据,专业知识或业内知识,这可是与KOL打好关系的好方法哦。 如果KOL在寻找灵感创作新的内容,你也可以给他们提供所需资源,包括免费的产品,专业的指导等等。 你可以与KOL协商共同创建内容像,可能不仅仅是一两个PO文,视频,甚至还有产品未来规划等等。 然后,感谢观看。 好,感谢观看。 感谢观看。